大家好 我是Archer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用了很多年的一个硬盘 西部数据的MyCloud 这个硬盘是我2015年9月17号 从京东购买的 现在是2021年的10月份 这礼拜一我收到了一封邮件 是关于这块硬盘的技术支持更改的 这里面有很多链接 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硬盘的管理界面 4.5.0.342 是一个三个T的版本 剩余500个G 它这封邮件是什么意思呢 它现在这个MyCloud的操作系统是5 但是我现在用的这个版本是3 因为这个设备这个硬盘它很老了 它不支持最新的MyCloudOS5系统 那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明年2022年4月15号之后 我这个设备将不能更新安全补定 它变得不安全 然后它就会屏蔽掉很多功能 甚至不能使用 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会给我发一个20%的折后券 就是打个八折 让我购买新的设备 说到不能更新新系统影响的设备 还是很多的 我用的是这台 名字不至关 我们看一下图片 OS5固件的可用性 这两个不适合 我用的是这个 这些都无法使用 下面这四个不支持 也就是说这次更新 会淘汰很多个 西部数据的MyCloud设备 这个问题我还致电了 西部数据的官方客服 他给我的答复是这样的 他说的一个截止日期 是明年2022年1月15号之前 要备份我的数据 就是把这个硬盘里的数据 备份到安全的地方 而且要尽快备份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很有可能到明年1月15号 我就不能访问这台 MyCloud设备了 他说有这种可能 关于这个问题 西部数据的官网有个解释 看这条 如果我无法升级到MyCloudOS5 我的设备会停止工作吗 我会无法访问我的数据吗 回答是这样的 服务关闭后 您仍然可以在本地网络上访问设备 但是无法通过MyCloudOS3 移动应用程序 或者是外部应用程序进行访问 电子邮件通知也不会发送 这一条说的是 我这台设备仍然可以在局网里面使用 只是不能使用互联网的东西 因为这个互联网的东西会被屏蔽 会被关闭 我们看一下它的说明 他说的是2022年4月15号 对前几代的MyCloudOS 包括MyCloudOS3 支持将终止 有一些重要的安全更新 仅适用于MyCloudOS5 兼容设备 如果您的设备与OS5不兼容 那您只能在本地访问它 这也说了 到2022年4月15号之后 您的设备不再获得远程访问 安全更新或者技术支持 为了保护您的内容 我们建议您备份您的设备 断开它与互联网的连接 并且使用一个强大唯一的密码 来保护它 那上面和下面的问题 说的是同样一个事 应该是可以访问的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不能访问 这个不好说 安全起见如果是重要的数据 还是提前做好备份 这个问题还有后半段 启用自动更新的设备 将收到最终固件更新 我现在这个设备是这个版本 现在是没有最新的固件了 这个固件是2019年9月18号更新的 已经有两年没有更新过了 看它这个意思 应该是还有一个更新 估计是最终固件更新 以禁止用远程访问和云服务出占流量 就是不能用远程访问了 也不能用云服务了 然后支持将结束 您必须使用本地网络来访问设备 OK如果按照他这么说 应该是我可以继续使用这个网盘 这个NAS硬盘 他说的这个云服务是在这里 云访问 就是用手机或者是用电脑 在外地并不在你的硬盘的局域网内 也可以访问 在默认情况下我是关闭的 连接状态是禁用的状态 我没有去开启它 我只用局域网来访问它 其实去年我就想换一个群晖的设备 或者是微联通的 来替换我这个硬盘 这个硬盘只有三个T 去年容量开始不够用了 后来我又清理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大概清理了一个T出来 这样又够用了 到现在还有500个G的可用空间 没想到一年之后的今天又来了一波 现在我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买一个群晖 另外一个选择是继续用这个设备 如果买群晖的话 我再考虑DS220J 就是那个非常简的那个版本 基本上够我用的 因为我只用于存储 另外一个是218Play 那个也算是比较简单的设备 一个是1200块钱 一个是1600块钱吧 他们俩差了五六百块钱 一个硬盘呢 4个T的应该是在800左右 希捷的酷狼 或者西部数据的红盘plus 这两个都可以 价格也差不多 如果我买了一个两盘位的NAS 我可以新买一个4个T的硬盘 然后再把这个3个T的Mac Cloud 给它拆起来 然后装到那个NAS里面去 这样就变成了7个T 因为这个Mac Cloud的硬盘 用了6年了 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坏 好 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Achair 我们下次见